台南的賢州售價 其实也是涨幅蛮大的 这一家是台南七十年的老店 阿唐賢州 本来一碗是一百块钱 现在已经涨到一碗要两百六十元 本来一碗是两百块 涨到六十块钱 那么后续当然引发讨论 甚至还被网友踢爆说 老板是不是疑似漏开发票呢 不过现在老板很不服气 他还反驳 他说台南为什么只有他在开发票 台南七十年老店阿唐賢州 老板再度回籍 因为这一碗 涨到两百六十元的余度賢州 引起热议 更是被网友po文说漏开发票 老板当时回应 整个台南就我在开发票 为什么 涨价也是因为成本一直增加 金科兽要到三百块 都提一杯 一个汤就好了 人家刚水就是开就有了 其实不止阿唐 其他卖湿木鱼的台南老店 也都有开发票 甚至使用电子发票系统 已经做了好几年了 阿唐老板说 因为常常被当成名店标杆 他也就跟着都开发票 而针对台南就他在开发票 国税局也有回应 和一家营业人 他的营业额每个月超过二十万 那都是要依规定来开发票 发票跟涨价话题不断 阿唐贤州一早挤满人潮 连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 谢龙健也来捧场一碗 介绍里面的用料 有土豆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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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常常在报的 当然我们想要吃吃看 再给他评价吧 甚至有客人 专程来常常一碗 两百六十元的咸州滋味 从涨价炒到开发票 老板跟国税局隔空交货 话题延烧 反而让生意越来越好 早上十点半不到 咸州全都卖光光了 三宣王少爷股不先 台南报道